大家好 歡迎收看台灣名人堂 我是林依茹 台灣名人堂要告訴您 有故事的人 有意義的事 那麼今天呢 我們在節目現場非常特別 我們來了兩位特別來賓 一位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Ella 哈囉 大家好 我是Ella 她今天要帶來的是新電影 那當然很重要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們這個電影的靈魂人物了 就是我們的導演江峰宏 江導演 嗨 大家好 今天要帶來的這部電影啊 非常的特別 它叫做缺角一族 而且我們看到這個現場的布置 也很特別 最吸引人的應該就是 我前方的這個 這要怎麼形容呢 就是大看之下可能不會覺得 它是檳榔稀濕的裝扮 可能比較像是化妝舞會 可是它其實呢 是在這個電影當中 就是Ella你扮演的主角 很重要的一個裝扮嘛 對 它就是那個 檳榔稀濕的裝扮 然後我就是飾演那個檳榔稀濕 我叫做莎莎 莎莎 對 這個故事其實它非常的清新 而且它後來的這個發展 可以說是會出人意料 但是我們先從這個戲服開始講起 我有看過你穿這一套 就是在那個戲裡頭 看起來真的是很遙嬌 可是我覺得跟一般的檳榔稀濕 很不像耶 對 這是你自己發想出來的嗎 因為一般的檳榔稀濕的尺度太大了 我無法接受 真的 因為其實拍這個電影之前 我有上網稍微看了一下 有些檳榔稀濕啊 他們可能做生意的方式啊 然後我就覺得 他們的尺度真的太大了 然後 你覺得像什麼尺度是你沒辦法接受的 就是可能太隱隱約約 然後整個身形比較明顯的那種 就是有薄紗之類的 對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那個身材 然後做到那個程度 所以我覺得我不想要自步洗短 可惜了 可惜了 老演覺得可惜了 所以我必須得想別的方法 來達到不一樣的效果 然後還之前 我在網路上有看過一些照片 就是那個復仇者聯盟 就是那些美國英雄電影 然後可是它變成是那種 有點像Cosplay他們 然後是女生 然後用很性感的方式 然後Cosplay成那些英雄角色們這樣子 那我就跟導演提出這個想法 然後 也因為其實這個角色 他的 他的背後的故事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這個女生 很適合這麼做是因為 她希望她能夠跟人家不一樣 引起注意 因為她想要被看見 你覺得那兩個字是什麼 是天堂在前方 請直走嗎 夢想 夢想在前方 請直走 由Ella 陳佳化 與林波鴻主演的電影 缺角一族 描述每個人心中都有缺角 卻都想成為一個緣 都在等待著遲來或不確定的愛 劇中Ella也有不少內心情感戲 不要那麼不要再躲 我覺得你都很扯 我們都死守了這一角不放 至少你有勇氣 去面對你那五秒的缺角 約上大螢幕後的Ella 這次在片中造型千變萬化 性感指數破表 不但打扮成美國隊長 還有蝙蝠俠 小惡魔 及海盜等七種不同裝扮 哈囉 大家好 我是Ella 我飾演的是莎莎 然後莎莎這個角色呢 她是一名檳榔西施 好啊 包葉齊啊 雙子星 麥台湯 親家裡冰冰 令人驚豔的還有羅勇戲碼 這也是Ella首度嘗試 檳榔西施的角色 來 莎莎 妳好 吃飽了 來 耶 我給妳驚訝了啦 七十八十 都給妳滷面膜啦 人家我是西施耶 為了完美詮釋檳榔西施 Ella下了不少功夫 苦練包檳榔 導演希望我包檳榔 是非常熟練的 所以我就是一直有在包檳榔 而且在拍攝的過程當中 只要我一坐上那個檳榔台 檳榔都會被我包起來 整部電影有一半以上的場景 都在航圈半島拍攝 包括龍盤公園 酒棚沙漠 海陸廢棄民宅 南門等地 其中一場戲 Ella還要在沙灘上追著車跑 拍攝當天高溫將近35度 前前後後至少跑了三次以上 Ella拼命地跑 最後還跌進沙堆裡 還好嗎 OK啦 妳一直不知道 一直吃到卡拉卡拉的東西 而且要吐沙 在拍攝的過程當中 很多時候我在看劇本的時候 我都會 眼角都會銀框的那種 因為我自己也有被 劇中的每一個人的缺角給感動 然後每一個小人物的那種 對於過往的執著給感動 被劇本感動融入劇情 Ella演出感動人心的角色 還量身打造現場電影主題曲 因為人生啊 總要差一點 我才能領回到 幸福一直在身旁 就像歌詞寫的 人生總要差一點 才能領回到幸福一直在身旁 Ella也希望透過電影告訴大家 勇敢面對心中缺角 努力向前走 讓生命更完整 《檳榔西施》這個角色 其實滿難詮釋的 你過去應該沒有這種經驗吧 沒有 所以才會接下這個角色 因為想要有一些不一樣的挑戰 你有去學嗎 例如說請老師來教你 有 其實導演那個時候 他們特地請了一個 包檳榔很有經驗的姐姐 來教我包檳榔這樣 然後我才發現 現在包檳榔有超多 超多厲害的角色 像什麼 像比如說它那個機器 噴石灰那個機器 你只要手葉子經過它 你連按都不用按 它自己就會噴一坨石灰粉 在那個葉子上面 然後我就想說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 我想說 現在已經先進到這種地步 因為我還停留在拿那個 那個抹冰淇淋棒的那種木棍 對 然後這樣抹一下 然後再問在那個葉子上面 就是有驚喜到這樣子 對 但是那個還是要有技術的 不是那麼好噴的 對啊 而且我每次噴都噴到說真的 然後就還沒碰到我的葉子 它就噴到那個下面的蘑菇 就很弱 所以聽起來真的不簡單 你要去準備這個角色 包括說這個眼神 手勢 或者是什麼什麼 其實都要很到位 如果說現場 你可以用一個比較簡單的 表演方式去詮釋 你在這個電影當中的 這個西施的角色 你會怎麼去演 現場來一段 西施就是一定要做得很漂亮 然後你要把你的腿 就是你知道 修長的表現出來 所以我的高跟鞋都特別高 然後就開始在那邊 很認真抹檳榔 然後包檳榔 把檳榔包好 然後丟 所以手腳要很俐落 弄好以後 丟 然後一直隨時觀察路邊的 車子 來往的車子這樣子 然後一有車子來 就馬上衝出去 然後這樣子給它招一下這樣子 對 手腳要很俐落 要很俐落 就是腳手要更美的 可是我有個疑問 你穿這麼高的高跟鞋 這麼高的高跟鞋 我看到你在電影裡頭跑 其實都捏把冷汗 很怕你會摔倒 我自己也很怕 可是如果真的摔了也承認了 因為必須得穿這種高跟鞋 你才會有那種氣勢的味道 氣勢對不對 要有那個氣勢出來 然後就是當然還是要小心一點 只是說意外來的時候 你真的擋不住 可是我竟然不是在 穿高跟鞋的時候發生意外 反而是在拍第一場戲 穿拖鞋的時候發生意外 發生什麼事 就是腳扭了一下 腳扭到了是不是 第一天 第一天就扭到 我的第一場戲 導演你那時候有沒有心頭一震 啊 完了 怎麼第一天就扭到 後來我們趕快換成良心 對啊 導演為什麼會想找Ella 來純視這個女主角 你覺得她 你看到她什麼特質 其實我認識Ella 我知道Ella很久了 因為我們常常從 從薔薇絲鏈Ella第一部 開始我們就開始注意她 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覺得那時候 所有新生代的女演員之中 真的會表演的人不多 其實Ella真的是第一個 然後因為那時候 我們有認識一個經紀人 剛好跟Ella滿熟的 所以我們就提了說 問一下Ella有沒有空 可以接 但是我覺得很多作品的東西 其實要喜歡這個劇本的人 比較合適來詮釋這個角色 然後所以我們當時問了一下 沒想到Ella很有興趣 我們就會根據Ella特色 角色 然後再去做修訂這樣子 調整 對 然後她其實給劇本 也提供很好的建議 例如說 檳榔細思的妝 其實我就覺得是她提出來 因為我那時候也滿頭痛的 因為我覺得要不一樣 而且她會這麼做 也代表這個主角執著 她每天要辦得很漂亮來吸引人 很妖艷來吸引人 為了就要完成她心裡 所有的缺憾 要完成她的缺憾這樣子 然後很多事情 其實我們事先在累積的時候 其實都有提到很多事情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 因為基本上她很喜歡 然後相對的 就幫這個劇本加了很多分 加了很多分 對 然後在螢幕上 就會呈現出不一樣的 檳榔細思不一樣的Ella出來這樣 我們現在看到Ella結婚之後 我們就覺得妳好圓滿 就是 妳覺得妳的人生 現在有什麼缺角嗎 還好 還好 我其實常常在跟我媽分享 我就說 因為現階段的我很感謝 就是我所能夠擁有的一切 然後我都會常常跟我爸媽講 如果哪一天我走了 而且是很意外地走 我都沒有遺憾 因為我總是告訴我身邊的人 讓他們知道我很愛他們 然後我也知道他們對我的愛 就算我來不及道別 我都不會覺得有遺憾 妳這樣跟妳媽講 她會不會聽得很沉重 不會 我其實跟我爸媽 還滿親近的 會去聊生死這件事情 然後我都會問他們說 那你們走了以後 想要打算住哪裡 然後我跟他說 如果我比你們早走 我要住哪裡 我都有跟他們講 因為我覺得其實這種 人生是很公平的 這件事情是你永遠都 不可能逃得掉的 你身邊的親人朋友 就會因為一些事情 離開你再也無法見面 所以你必須得接受這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人要用 很正面的態度 去面對死亡這件事情 我曾經看過一部電影 叫做《逗賞的代辦事相》 有 我覺得他們一家人 是沒有遺憾的 那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夠 到了那個時候 是沒有遺憾的那種 有跟老公聊過這些事嗎 也有 也有聊過 所以他也是可以接受 就是談這方面的話題 當然可以 他有沒有覺得 我不要聽 我不要聽 因為才剛結婚 講這些會不會 不會 我們就是都很清楚 我們自己人生的狀態是什麼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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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著你一槍 搶前飛著 金馬獎 今年不斷推出戲劇作品的Ella 每一次都全心投入在 每個角色中 熱愛戲劇的她 2014年更與黃子嬌 一同接下第51屆金馬獎 頒獎典禮主持重任 你還不過去 欣欣姐 我就不客氣了 憲兵哥 Come on 愛的寶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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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得獎 首度擔任大型頒獎典禮主持人 事前Ella還緊張到跑去刮沙紓壓 面對網友批評也坦然接受 心愛遭遇了 沒有愛或不能了 每當我飛啊 不懂不活多快樂 出道後在歌唱領域方面 擁有優異成績 喜歡挑戰的Ella 不只會唱歌 也讓大家看到 她在戲劇方面的天分 讓我走 沒有人覺得麻煩 沒有人覺得被連累 大家都想要跟你住在一起啊 2003年Ella接演電視劇 《強迴之戀》單綱演出女主角 不但獲得2004年電視金鐘獎的 年度最受歡迎戲劇節目獎 還紅到日本去 我可以幫你生很多寶寶 留著你的寫的寶寶 所以請你把我當成你的女兒好嗎 剛開始演戲時 Ella總是頂著輕心的短髮 親民平凡的形象引起觀眾共鳴 在戲裡表現中性不計形象 卻受到莫名的流言攻擊 說我變性人啦 然後陰陽人什麼 我覺得很好笑 然後我弟現在都說 我是台灣Lily Gaga 很過分 可是我會覺得很好笑 而且也有那種 比如說我們被出車或死掉 還是幹嘛的 樂觀開朗的Ella 對於流言蜚語總是一笑置之 自然生動的演技 使Ella晉升偶像劇一線女主角 平均每兩年就接一部戲 2011年更躍上大螢幕 我不是你老婆 所以每天要幫你燒飯煮在心 你到底是什麼啊 不用啊 渾身充滿戲劇細胞 與她合作過的演員與導演 除了大讚Ella的精湛演技 也佩服她總是有用不完的活力 跟她合作是一個非常辛苦的感覺 為什麼 她就是一個非常充滿能量的人 全部往後面發作了來 她就像是一個火山這樣 Ella其實是一個滿好玩的人 你很少會看到一個唱歌的歌星 歌手會喜歡演戲 因為演戲其實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歌兒優則彥 機靈的臨場反應 及自然不做作的風格 主持節目也深獲肯定 你知道男人有三寶 聽起來很A的感覺 你試試看 那我倒是願聞其詳 好 我來告訴你 搬家 司機 修電腦 厲害了吧 跟哈琳一搭一唱默契十足 2013年4月Ella接下台視 王子的約會主持棒 與哈琳搭檔 2014年更以王子的約會 入圍第49屆金鐘獎綜藝節目 主持人獎 嫁為人氣後 越來越有女人味的Ella 用最認真的態度 面對每一次的挑戰 在歌唱 戲劇 主持 都有亮眼成績 不怕挫折 越挫越勇 勇往直前 想請問一下Ella 其實主持還有演戲跟歌唱 這三個 你會最喜歡哪一個呢 演戲跟歌唱 演戲跟歌唱 好不猶豫有沒有 那主持是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我覺得主持心 我覺得那個壓力比較大 主持你要一直在思考 你的腦袋要很清楚 因為主持人就是要掌控 整個節目的流程 要保證它順暢 然後你要有足夠的反應跟機制 去面對臨時的一些狀況 突發的狀況 以及你要有幽默感 去化解一些尷尬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東西要承受壓力太多 然後你要想的東西很多 我覺得我是有點不太能一心二用的人 雖然我思緒跳得很快 可是我就會 在那個時候就變得有壓力 因為我可能腦袋要想這個東西 可是我現在要進行的是什麼東西 我要想下一步是什麼東西 我下一個環節的重點是什麼 我腦袋會一直動 我覺得我會變得非常的勞累 所以主持這份工作對我而言 我覺得會壓力比較大 雖然大家看起來 好像我在主持上面有一些表現 那是因為我覺得 我是一個配合度很高的人 我能夠接得了你丟給我的東西 但是當我有 因為我當然會有 有時候狀況不好的時候 比如說那天腦袋就是很空白 就是轉不動 然後可是節目還是得進行 那個時候我就會覺得很痛苦 因為我會不知道該講什麼好 然後我就會卡在那裡 所以我覺得主持這種東西 這種工作的形式 比較不是我能夠好好掌控的東西 也不是我非常得心應手的東西 對 其實妳講到主持 因為妳去年金馬獎的時候的主持 那個對妳來講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對 可是事後因為就是在媒體上面 有一些政府不同的評價 對 那時候妳會不會很難過 有些人有可能覺得 妳是不是太Over了或什麼的 我覺得其實我不會難過 因為我本來就是抱著一個 會被罵翻的那種心情 去接下這份工作的 在典禮開始之前 在接這份工作之前 我就已經想好了 因為妳知道她吃力不討好嗎 是不是 對 所以其實很多人不太感謝這個 但為什麼我要接下的是因為 我從來沒有做過 而且我接下這份工作的時候 很多人是傳點去恭喜我的 說恭喜妳接下這份工作 所以可見能夠接下這份工作 是一份榮幸 那我有這個機會 我就覺得我應該要把握住 因為我相信不是每一個人 都有這樣子的機會 然後 然後我對我自己我也覺得 那個是一份挑戰 我想要試試看 我想要知道我做不做得到 對 然後呢 我唯一會難過的是 因為我被罵翻了 然後 我忘記去顧慮到我身邊的人的感受 就是我爸媽還有我老公這樣 因為我老公在我身邊他很清楚 他知道我到底真的有沒有難過 所以他後來看了我的反應 他知道我沒有真的很難過 可是後來我真正有感到難過的是 我忘了去安撫我的爸媽 因為他們那幾天他們都不敢打電話來給我 或者什麼之類 然後我覺得 我突然想到的時候才覺得說 他們一定是怕說來安慰我 觸動了我難過的那個點 所以他們就想說讓我 就是安靜個幾天 然後這是他們的溫柔 可是我卻忘了安撫他們說 其實我沒事 對 那個時候感到難過而已 其他其實對於網友那種 負評或幹嘛 說真的 現今這個社會 誰會一直討論 Ella 你主持得怎麼樣 對 你看過了一陣子 別的新聞就過了 然後我也告訴我自己 主持金馬獎 也並不是我演藝生命裡面 所有的全部 他也不是我唯一的工作表現而已 對 然後只是他 因為 因為他是一個很大型的典禮 然後他收視率這麼好 所以關注的人很多 然後有好有壞 所以也像我剛剛講的 我不可能去迎合每一個人的感受 我也不可能讓所有的人都喜歡我 有人喜歡你 也就一定會有人討厭你 不喜歡 不滿意你 所以這個就是你要看得開的 演藝工作的本質 對不對 我都在這個行業14年了 我覺得這個是已經我 可以接受跟習慣的事情 你剛剛講到爸媽 其實我剛剛也感受到 你有一點點那個不忍 其實爸媽的壓力很大 他們在看你的新聞 看到好的為你高興 看到不好的為你擔心 對啊 可是他們都不會去 去跟你講態度或什麼 因為他們知道 這是我自己選擇的工作 然後 家永遠都在這裡 我們 你只要受了傷 你想回家 我們就是張開雙臂的 歡迎你回家 這就是做父母的心情 所以其實你會很不捨 他們去承受那種感覺 對 我不知道那是一種 什麼樣的感覺 對 不捨 對 就是會不捨 不捨 但是我覺得這個可能也是 所有當藝人 身邊的人要去承受的東西 對 真的是天下父母性 其實Ella出道也是四年了 過去我們看到Ella非常的衝 然後一路一路這樣蛻變 那現在Ella也結了婚 展望你未來的演藝工作 你會希望繼續這樣衝呢 還是多一點時間給家裡 我覺得要有一些調適 對 因為我告訴我自己 這一兩年先衝一衝 因為我要生小孩了 真的 我想要生小孩 對 因為我覺得我的人生 我如果我今天結了婚 我建立家庭 我當然也會希望 有我自己的小孩 可是如果這件事情 你不去規劃它 你可能就很容易 就是會不管 它就是一直這樣繼續下去 所以我必須把它規劃在 我的生涯裡面 然後我必須要 應該是說怎麼講 很嚴肅的正視這個 積極啦 對 積極 對 積極那兩個 積極的去 我必須很積極的去規劃它 要不然就會真的 你就會一直拖著 然後拖到你真的老了 生不動了 你就會有遺憾 就會有缺角了 所以我不想要讓我的生命 有缺角 然後我就用我的方式去努力 你想生幾個小朋友 我想要生三個 三個喔 對 因為我們家有四個兄弟姐妹 然後我覺得小孩多 是很快樂的事情 因為我看到我爸媽現在這樣子 就是有小孩在他身邊 因為如果你只生一個 那一個小孩在外面打拼的時候 父母就會變得很寂寞 那我就不想要那麼寂寞 希望我老的時候 小孩可以輪流回家看我 太棒了 所以這可能是Ella 花多一點時間 在這個家庭之前 就是算是一個很主力的 一個電影作品了 歡迎回來我們的節目現場 Ella就是在演藝圈 我聽說妳有一個綽號 叫正義里長 地下版的正義里長對不對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個綽號 只是剛好有些事情 被拿到網路上寫了 然後可能新聞媒體記者看到了 就寫了一篇新聞就被看到 可是我覺得那個真的是 非常舉手之勞的事情 其實就是像我之前 其實有一些故事 我都是好幾年前聽到的 像是妳有一次在永康街 幫一個老婆婆過馬路 其實那個事情 我不是幫她過馬路 因為那時候 永康街那個巷子很小 然後她在推她的車子 然後她又很老在駝背 就是很辛苦的樣子 然後後面有一台車 然後就是要等著 就是在她後面 那我想說那我幫她 推到旁邊一點 然後讓那個車子過這樣 然後後來其實一開始 她是很滿抗拒我的 然後我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我可能侵犯到她 或什麼的 後來走到前面 我在買東西的時候 她就看到了 她就說小姐 我包多久要的 我還沒吃飯 然後我就說真的 那我請妳吃飯好不好 所以我就買了那個 花枝羹跟草米粉 請她吃這樣子 然後我就幫她稍微 推了一段路這樣 對 其實我覺得那只是一個 很簡單的事情 然後只是剛好被看到 剛好被看到 另外一個就是跟布丁有關係 就是前一陣子對不對 妳就突然出現在警察局 這事情 這個導演妳知道嗎 我不知道 這個新聞報很大 對 真的嗎 對 就是她的朋友 手機掉了 因為我問她 我說妳報案了沒 她說還沒 她說妳手機有開那個 怎麼定位嗎 妳有備份嗎 我說怎麼辦都沒有 她就看起來愁暈殘暈的 我就覺得她太可憐 我說好 我陪妳去 走 我帶妳去 我們就跑到她 她以示手機的那個KTV呢 去調了監視錄影器的那個畫面 然後我很像辦案的柯南一樣 就是幫她看 到底是哪一台車 她上哪一台車 那個大概是什麼號碼 然後就請警察局的那個 哥哥們呢 應該算是弟弟們 弟弟們呢 警察弟弟們呢 幫她查出那個 計程車司機的那個 聯絡資訊這樣 就這樣循 一大圈終於找回她的手機這樣 對 然後 可是這其實也只是 私底下的事情 可是沒想到幾天 因為好像是警察先生跟我合照 對 因為聽說就是 這個現場變成了一個 明星的粉絲見面會 就是大家看到 Ella 而且妳那天還素顏對不對 素到一個不行 我那天連牙都沒刷 你知道嗎 所以我同事她就覺得很愧疚 她覺得我很不好意思 而且她一大早看到那個新聞 她就整個眼眶都紅了 她覺得對我很不好意思 害我上了這個新聞這樣 可是妳自己其實不在意嗎 因為妳私底下就是 我看大家要跟你拍照 妳都好啊 要看狀況 如果那天那狀況太差 我就說不好意思 我剛起床氣色有點差 不好意思 我偶爾還是會拒絕 導演妳在跟Ella合作的過程 妳有感受到她這樣子的特質嗎 我覺得她是有很好相處的 很好相處 非常好相處 完全沒有那所謂的巨星的那種 這樣子 臭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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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隨時在現場會來一段 很搞笑這樣 其實就讓現場其實很愉快 其實工作其實是要這樣 Ella其實妳在結婚之後 像這個電影之外 最近就是在SHE單飛之後 就是妳出了一個Why Not 對 MV 那個MV有點驚嚇 因為妳在裡頭就是 變得是一個很控制狂的女人 然後那個男主角 就是MV裡頭的男主角 又是被綁繩子 手上又被釘了釘子 然後還有鏈子 就是整個情節就 就覺得說 這好像也不是Ella 而且這個又好像是在描述 男女之間的關係 這個 跟妳老公有關係嗎 應該是完全不一樣的 沒有 其實這首歌 而且這個MV的內容 大家可以多看個幾次 如果你認真的看的話 其實你會看到 那個男主角她的變化 而且她並沒有離開我 最後她們還是願意 心甘情願的靠在一塊 被釘在一塊 她要講的是 相愛是兩個人的事情 縱使外人 在看你們兩個的時候 完全無法理解 沒有辦法感受到 你們到底想要幹嘛 可是相愛是兩個人的事 兩個人知道就好 跟外人有什麼關係 對 所以其實像妳在看 妳會覺得我好像很變態 好像在控制她 可是其實她是心甘情願 比我這樣子做的人 因為她最後她都是有笑容的 她都是看著我的 然後她願意接受這一切的 然後我覺得其實不只是在 講述愛情的這個層面而已 那個男主角可以是妳生命中的 任何的事情 可以是妳的興趣 可以是妳的 妳的工作 對 有些人做的一些工作 有些人沒有辦法理解 為什麼妳要選擇這份工作 可是我喜歡啊 這是我的人生 這是我的選擇 我為什麼要向別人交代 對 這就是有何不可 這首歌的真諦這樣 妳現在結婚也一年多 快兩年了嘛 快要三年了 快三年了 今年要三年了 這個結婚之後妳覺得 妳的人生有什麼最大的不同嗎 我覺得我有比較長大了 比較成熟一點了 對 然後我的另外一半她也 其實我覺得 我在她身上也有學習到一些事情 就是什麼叫沉得住氣 對 因為她畢竟她的工作 她算是比較高階的主管 很多時候她必須得撐得住氣 她必須先冷靜下來 看清楚事情的狀況 那這一點是我很欠缺的 我一直以來都是一個 比較衝動的性格這樣子 那我就在她身上也學習到說 先沉下 先靜下心來 先停一口氣 然後看清楚一些事情 然後用腦袋先思考一下 妳再決定下一步要怎麼走 才不會變得這麼衝動 你們兩個會吵架嗎 我們當然也會有一些摩擦 可能就是為了一些小事情 但是通常她是比較沉得住氣的那個 她是會讓步的那個人 她會讓步嗎 她會讓 她還是會讓步 像什麼樣的事情 你們會為什麼試吵 其實是吵什麼事情都不記得 真的都只是一些小事情 但是我們吵架是不過夜的 我們會解決它 你們會就是在睡覺之前 就是要被它解決 解決它 對 那這個習慣很好 很好 因為我覺得有些 有些摩擦不能讓它過夜 也是因為她會一直放在你心裡 放久了她就不會 她就會是個問題了 所以妳一定要再讓她解決它 因為她是高階主管 有時候工作上也會很忙 然後也會有些壓力 那她表現壓力 如果她真的心情不好的時候 妳會怎麼安慰她 就是盡量多一些時間陪伴她 然後主動的關心她 對啊 聽說她宅在時間的家裡很多 很多對不對 對 她喜歡待在家 所以其實只要我有空的時間 然後我會盡量去彌補 我在工作很忙碌的時候 沒有辦法陪伴她的時候這樣子 所以能夠在家裡 有空我就煮頓飯 妳會自己煮飯 對 然後要不然就是我們 可能如果有一個週末 我剛好沒事 那我們就去喝個下午茶 然後或者去吃個早午餐 然後一起去兩個人 過過兩個人的時光 觀光節等等之類的 對 妳自己的廚藝好嗎 其實我不是那種 真的很會做什麼大菜 或是什麼很厲害的那種人 但是我覺得就是 妳願意花心思 花時間 去準備那些食材跟烹飪它 然後給心愛的人知道的時候 這個才是我覺得做菜的真諦 從Ella出道到現在 其實都是一直是SHE 三姐妹感情很好 就是這個也讓大家真的很羨慕 雖然說妳們現在單肥了 但是妳們怎麼樣來維持 姐妹之間的感情 其實我們一年都會有 就是約定 一年要有一次姐妹的旅行 對 今年有約好了嗎 今年還沒 還沒 對 但今年有在那個 Heebee生日的時候 一起聚餐 對 我們就是盡量希望 比如說可能在誰的生日 或什麼特定的節日 或者是比如說聖誕節 等等之類 可以的話就盡量能夠 聚在一塊這樣子 對 因為三個人現在工作的時間 都是錯開的 對 所以有時候要 約到剛好都有空的時間 會變得有點不容易 對 可能我忙 他們兩個有空 或者說他們都在忙 我有空 可是就時間會湊不起來 對 但是我們並不會因為這樣 而感情不好或什麼的 我覺得其實這不會是 真正的友誼 不會因為這些時間的空白 然後會有別的影響 讓新專輯請孝娜 孝娜 孝娜 拜託啦 是孝娜還是孝娜 我覺得太過分了 我要盡情地揉禮你 一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剛推出個人心專輯的Ella 在舞台線上 專輯給Hippie和Selina 卻被兩人刁難 還上演呼巴掌等戲碼 笑翻全場 三姐妹的好交情不言而喻 個性截然不同的三個女生 因為2000年參加選秀節目有了交集 2001年9月11日 SHE正式出道 成軍至今快14個年頭 女子天團的地位始終屹立不有 正式成軍之前 唱片公司將三人安排同住一個宿舍 生活 訓練 密不可分 一開始她很擔心說 這個圈子是不是很複雜 她總覺得這個圈子是個大軟缸 她一直強調大軟缸三個字 我想說有這麼軟嗎 然後就進來 她的女兒也沒變嗎 原本說 因為我們生命結合得很密切 所以我們就像好朋友一樣 你自然而然 你都會變成同一個樣 舞台上默契十足 私底下更情同家人 彼此用老婆互稱 2010年10月22日 Celina在大陸拍戲嚴重燒傷 也為SHE的未來投下震撼彈 但Ella和Hebe依舊不離不棄 一路相伴 她有掉一兩滴眼淚 可是她就是很 因為她有好多事情 想跟我們分享 她真的比我們想像中的 還要更堅強 記者會上Ella、Hebe牽手加油 是Celina最強而有力的支柱 大家好 我們是SHE 我是Hebe 我是Ella 我是Celina 我覺得很謝謝大家 其實老婆真的做到了 我們都很想念彼此 老婆 辛苦了 你好棒喔 你是我的偶像 你是我的SHERO 我愛你 你真的好棒喔 終於四年的人相聚 終於所有的小米卷魚 花又開好了 終於 心又充滿了 勇氣 如果你陪我走下去 那麼我沒藉口放棄 花又開好了 已經 天又佔滿了 風景 一起歡笑 一起流淚 SHE相互扶持 被當場公主的Celina最先出嫁 Ella還對Celina老公阿中 唸狠話 要阿中讓好姐妹幸福一生 請告江城中 如果你敢讓我老婆受耳驅 對她不好 讓她流眼淚 我會讓你 被我嚇到屁股那樣的好不好 好棒喔 朋友姐妹都已不夠 來形容 我們的默契驕傲 扶持與包容 老婆 老婆 我們一起打狗狗 請記得約定的旅程到永久 SHE Celina跟Ella先後嫁為人妻 三人在主持歌唱戲劇各有所長 彼此卻不限制各自發展 單非不解散是他們堅持的理念 剛出道曾被看衰紅不過三張專輯 但SHE成了女子天團 互相鼓勵走過風風雨雨 也在演藝圈發光發熱 其實媒體有時候難免會把你們三個 因為現在都單非了 會拿出來比較 例如說誰又去主持了什麼樣子的典禮 或者是誰又出了專輯出了唱片 誰又去演電影 有時候像外界的這種比較 對你們來講會不會有壓力 例如像有時候人家就會說Ella 妳是不是最後一個 才出個人專輯的 就像有何不可這首歌說的一樣 妳幹嘛去管別人怎麼想妳看 為什麼不 對 而且我為什麼 我出專輯最後一個出有何不可 為什麼不 就是我如果每一天都要 活在別人的眼光裡 那我為什麼 我就是那我會太辛苦了 我不可能去迎合每一個人的喜好 那重點是妳自己喜歡什麼 這件事情妳喜歡嗎 妳做得開心嗎 我覺得現在這是我的人生態度 可是妳以前是不是也曾經有經歷過 比較會在乎別人眼光的事情 我覺得妳不可能不在乎別人的眼光 當然很難做到完全不在乎 因為妳還是有可能會被一些 很尖銳的文字 或者是一些眼光刺傷 可是這個時候就是 那就是一份禮物 也是一份禮物 學習成長 那是上天安排給妳的 所以我覺得妳要有智慧去度過這些東西 對 因為它不會是妳人生的全部 其實我記得 很久之前 大概是200多年的時候 我在接受專訪的時候 大概是妳剛出道不久 妳有回顧說 妳覺得其實妳走的這條路 就是從這個女子團體的成軍出道 然後開始住女生宿舍 這一路妳的壓力 其實是比妳同年齡的同學 來了大很多 對 但是妳覺得 SHE這個團體 讓妳學到很多對不對 妳覺得這個很棒的禮物 對 怎麼說 因為我覺得 是因為我們三個人 我們經歷的東西是一樣的 我們幾乎是生活跟工作都在一塊 所以我們生命的那個 密度是很親密的那種 對 然後 他們兩個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 都有不一樣的性格 我們會在那個相處的過程當中 互相學習 我們會看到彼此的不足的地方 也會看到彼此美好的地方 然後我們會互相吸收 互相進步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份很好的禮物 妳覺得Selena跟Hibi 兩個人如果分別來講 他們身上妳可以學到什麼 就是他們很願意 就是動腦筋思考 怎麼說 所以她很不動 對… 所以是代表妳不動腦筋 不是好嗎 是這樣嗎 其實我比較懶得動腦 對 然後 像什麼樣的情況 可能是我覺得應該是說 我的性格比較感性 我比較是看感覺的人 對 那他們兩個就比較 有理智的那個部分 可是Selena跟Hibi 兩個人個性應該 又不是那麼像 又不一樣 對 又不一樣 對 Hibi她很清楚 就是她的思慮很清楚 然後她也會很客觀地 跳脫出來 去看一些東西 那Selena她的想法也很圓融 她也會 她也會用她的方式 去達到她想要的東西 對 所以她們都有她們的方式 然後Selena太… 像Selena的部分 我會學到說 如果我真的想要 想要什麼東西 我應該勇敢地表達 那以前的我我可能會 礙於不好意思 我就可能不敢說 可是我內心可能就是 會覺得有一點點不舒服 或是怎麼樣 但是我又不敢開口講出來 對 就是這個都是 這一段時間 慢慢經歷去學習到的 你們三個有吵過架嗎 其實沒有真正的大吵架 可是可能當然會有一些意見 不太一樣的時候 可是我們一定會去討論到 然後達到一個平衡 會冷戰嗎 或什麼的 也都不會 不會 我們不會冷戰 你們感情這麼好 對 我們不會冷戰 就是我們會把話講開來 對 會把話講開 就跟像跟老公相處一樣這樣 就是好朋友 不要有東西悶在心 對啊 因為你要 那麼長時間的在意快 其實那樣是很痛苦的 那單飛之後 就是兩個好姐妹 有沒有給你一些建議 例如說他們看了 聽了你的歌 或者是看了你的表演 有沒有給你們一些忠告之類的 他們只有提醒我說 宣傳期會很累 對 然後叫我要撐住 要撐住 對 所以我其實在發片之前 我自己也一直給自己做心理建設 就是說如果真的 遇到真的很密集的那種宣傳期的時候 我一定要把自己的情緒給控管好 對 因為累的不是只有我一個 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很累 所以我不要讓我自己的情緒去影響他們 因為我 因為我是藝人 我會是一個焦點 那如果我的情緒一旦爆發了 其實會波及到很多人 而且他很容易被看見 對 所以我一定要用比較成熟的態度 去面對自己 有時候真的快要爆發的時候 對 再深吸一口氣這樣 妳脾氣看起來很好 妳也會有要爆發的時候嗎 我脾氣沒有很好 真的 對 妳這樣一講完 不敢再問問妳 對啊 現在有點覺得 還有一個問題 再問一下等一下要爆發了 等一下要爆發了 真的喔 那我還是不要惹妳好了 沒有 我脾氣沒有真的很好 可是我覺得那個是 可能大家感覺看起來 我好像是那種好好 對啊 好像很好相處 很心合 但是我會有我脾氣不好的時候 妳會有妳的點就對了 對 OK 所以其實每個人都 都有自己的這個點 對 但我情緒來得快也去得快 我不要只要 我只要 我學習到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不要一直累積我自己的情緒 我如果真的有什麼不開心 或什麼有一些疑惑在心裡面 我會很直接講出來 我會提出來 如果一旦這件事情 我得到一個合理的說服 然後或者是一個 可以接受的一個回應的話 我就會把這件事情放下來 我就會知道說 其實並不是我想的那樣 並沒有我想的那麼嚴重 或什麼之類的 OK 好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我們待會兒再回到我們節目現場 那我們再回到導演 就是我們剛剛今天聊的 很多關於人生 關於缺憾 關於圓滿 那妳會希望說這部電影 在觀眾進了電影院看了之後 能夠帶著怎麼樣的心情跟感覺 離開電影院 我其實滿喜歡的電影是 妳看完以後不是大笑離開 而是帶著微笑的笑容 離開這個戲院 因為妳帶微笑的話 代表妳心裡得到很多東西 是帶著微笑 那腳不太會講 就是感到滿足的 很確信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通常笑笑完以後 大家不會去討論這件事了 當妳微笑上揚的時候 大家會來討論 剛剛阿拉怎麼樣呢 怎樣… 剛剛林柏雯好可愛 怎樣… 然後我說哪一段我特別感動 我都哭了等等之類的 我說我非常喜歡這種東西 而不是喜歡那種比較 笑完以後就沒事了 或是說 對我來講 電影是要貼近觀眾的 對… 我一直長期拍電視是想提升觀眾 所以我會拍了一些 很奇怪的電視 但電影我覺得應該貼近觀眾 但觀眾就享受到 而且我覺得台灣很美 我希望我的電影裡面 大家看到不同的台灣 有些人會 可能會批評我 我把電影拍得太美了 但是我覺得台灣 真的就這麼美 對啊 就是這樣 為什麼要把它弄醜 我們也沒做特效 對啊 就是很美 哇 太好了… 那我覺得說 對我跟阿拉 我們大概有相同的個性 其實說每一部作品出來 我們都會去 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邊 想要再去追求更完美 但事實上 沒有一件事情會完美的 對啦 所以我們一直在抵立自己 一定要下一次更進步… 我覺得其實事情 沒有辦法完美 可是你的努力可以接近完美 然後當你能夠很努力的時候 就算事情沒有你想像的那樣 你也沒有遺憾了 太好了 我覺得阿拉把我今天的 Ending的台詞都講掉了 我也想講的也是這個 今天真的是非常謝謝兩位 來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跟我們分享圓滿缺憾 還有你們的人生哲學 當然在此也要祝福你們的人生 當然沒有辦法到完全圓滿 但是都能夠越來越精彩 而且是接近圓滿 好不好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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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導演嘉峰 我覺得人生苦短 大家應該很快樂的面對每一天 然後希望大家能得到 這一輩子最好的生活享受這樣子 哈囉 大家好 我是Ella 或許你的人生沒有辦法達到100分 可是你的努力可以接近100分 然後祝福你生命的所有缺角 都可以因為你的努力而得到圓滿 … 我覺得你會 Smack打一下 耶嘷… 一輩子… 嗯 Tran Rider